盘点意大利最奇怪的道路罚款 有些连意大利人都不知道 意大利华人街消息 在意大利通过驾照考试 开车的街友们一定不少 但是对交通法规 我们大多数人的认知还都是最基本的 而以下这些交通法规 一定连意大利人都没几个知道的 虽然这些法规显为人知 但是并不是他们不会被处罚 如果正好被交警带到 那么将会面临一笔金额不小的罚款 所以有幸看到这个视频的人 一定要转给在意大利开车 以及生活的华人朋友 奇怪法令第一条 禁止探出窗外 罚款85至338欧元 意大利交通法令明确规定 禁止将身体探出窗外 否则将予以重罚 虽然这条法令大家都知道它的目的 因为特别危险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禁止探出窗外的不仅仅只有身体 头部四肢还包括了手肘 有多少人开车将手肘靠着窗户的 可以举个手 奇怪法令第二条 禁止停车开窗 罚款41至168欧元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如果你下车忘记关窗户 也是一种犯罪 这个罪叫做诱导盗窃罪 无论是在停车还是临时停车 靠边下车办点集市买点东西 驾驶员都必须管好门窗 防止他人盗用车辆 奇怪法令第三条 停车禁止开空调 罚款216至432欧元 禁止在汽车停好的时候 依然打开发动机运转 只为了使用空调 这被交通法规认为是严重浪费与污染空气 相信不少街友 特别是夏天都会停车后 在车役会空调再开门迎接热浪 当然这个停车状态不包括红绿灯 堵车等待的时候 奇怪法令第四条 车窗起雾依然驾驶 罚款42至173欧元 开车的时候车窗起雾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驾驶者应该靠边 等待车窗上雾气下去后继续上路 这种情况在冬天很容易会出现 如果不顾雾窗继续驾驶汽车 那么将被处以罚款 奇怪法令第五条 在救护车后面排队 罚款41至169欧元 所有驾驶司机都知道 一旦听到身后 有救护车或者警车的警报响起 就要立马让道 等待紧急车辆过去后 会空出一条十分空旷的道路 而这个时候 是禁止跟随紧急车辆超车的 否则也将处以罚款 奇怪法令第六条 禁止超越或者中断军事车队 罚款42至173欧元 这条法令不仅仅适用于开车的司机 也同样适用于所有的行人 自行车驾驶者 如果有军事车辆通过 那么您需要等待他们过去 绝对禁止打断队列 奇怪法令第七条 酒驾自行车 处罚等同于酒驾机动车 禁止酒驾不仅仅是说给机动车司机听的 就算你骑自行车 也是不允许酒驾的 如果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0.8% 那么将面临刑事处罚 和驾驶机动车处罚的唯一区别是 自行车没有驾照 不需要吊销驾照 奇怪法令第八条 禁止携着过马路 罚款26至102欧元 要知道 交通法规不仅仅是携给驾驶员的 同样行人也受法律的约束 最短的垂直路径 不可以选择携着穿越 奇怪法令第九条 在马路上健身 罚款26至102欧元 热爱健身的街友们一定要注意 如果您平日离喜爱慢跑 那么必须在人行道上跑 如果在马路上做这件事 将会面临罚款哦 奇怪法令第十条 在人行道上说话没有罚款 在走路时人行道上说话是被允许的 但是如果你因为聊天 挡住了人行道的通行 那么就是违规的 另外 如果人行道足够宽 不会造成交通堵塞 那么聊天是被允许的 所以 以上冷门的法律规定 街友们都记住了吗